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圆青花盘之后呢 他就发现 我确定我收藏古物的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甚至他今天也说了 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挑战那个千万美盘 所以呢 我觉得整个棚内 大家都替他非常感到很紧张又很期待 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我们 唱唱大街定团 先来介绍的就是文物介绍家 持宗憲 持老师 大家好 珠宝设计艺术总监廖文良 廖老师 大家好 还要欢迎来自三种的吴童林 吴大哥 吴大哥好 大家好 吴大哥 你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是 怎么说 看了好久了 经常看 经常看 从我去大陆经商 每次回来的话 我一定看的节目 是 而且说真的 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在这里头 你可以找到很多跟你一样 喜欢收藏 是 鼓舞的这一些 ceux 对对对不对 你自己看 跟你觉得你上节目 那种 内心的差异在哪里 顺其自然吧 无论是真是假 既然来了 就是要去面对 就是变成说我们 有点大家互相的 來切磋 然後來學習 因為你也看過 我們剛剛前面講 我們之前曾經有一集 這個建架出來 不得了 是 我們當然是朝那樣子的目標 來前進 對不對 如果有東西 不管對不對 我覺得抱著這個挑戰的精神 來這邊試試看 是 不過買這些東西很貴啦 都是 對不對 好 我們一件一件來看 你看今天我們有畫 對不對 對 第一件你看看 這個黃君碧啊 哇 這個厲害了 黃君碧是誰的老師你知道嗎 好像 國父的那個太太的那個 不是國父太太 是蔣宋鎮宗的太太 蔣宋美玲 你日出堂五 還有堂五 忘記了沒關係 都元首 都很厲害啦 是... 他是中國畫家裡面 最懂西畫的 是 所以他的畫裡面 最厲害就是畫瀑布 還有雲霧跟流水 所以你看你這張裡面 都有啦 你幫我拿一下 來 你看 你看這個就雲霧 對不對 這個流水 然後呢 他在這個畫面裡面呢 留白 留白我們就可以感覺到說 一個畫家 一個... 本身呢 他用幾個莫分七色 他用深淺去表現 一個這樣的一個意境 可是他又有別於傳統的 中國畫家 因為他懂西畫 是 所以他的作品 在國際市場上 可以幾千萬 都沒有問題 是 是創高價的 而且他又是 蔣宋美玲女士的老師 國畫老師 所以他在師大教書的時候 他的學生啊 是 滿喜歡他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的作品 都是畫瀑布 他就把他畫拿過來 反過來 結果呢 老師一看說 你把我的畫反過來畫 當然把他當掉啦 我講的就是說 他的畫 有他的很大的特色 那這邊也有他的款 你是在哪裡買的啊 這個是跟一個老太太 然後那時候冬天嘛 看他搬了很多東西 我就好意幫他拿 他那時候除了東西以外 還有十幾張的那個畫 字畫 對 我就幫他忙啊 在台北市走來走去啊 他說 你這個年輕的不錯喔 還滿熱心的 不然這樣 我這裡有幾張畫 你看有看到嗎 但是這個 這三張不適合當時買的 不是喔 事後 是事後去他們家 我去八九次 對 他每次去 我就買一個 買一個 你都練功夫就對了 先練一下 然後書看一下再去 我當時我買這個字畫的時候 這個黃軍幣是什麼人 我都買的 你買的 是啊 張大 我才知道 錢錢錢錢錢 這個錢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 他是台灣 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買的 對... 是... 那當時... 挑的啦 對 挑了你就挑到這一幅 也不在黃軍幣 對不對 那喜歡 那你這樣 他怎麼開價 怎麼成交 那時候他開... 吃過了 是慢慢的 跟他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 說說的 都以五萬塊 加三張 一張五萬 你很會殺價 是 很厲害耶 殺到五萬元 梁老師 黃老師的話 在兩年前 羅浮澳拍賣會裡面 我這樣告訴你 羅浮澳拍賣會裡面 對 譬如說像這樣的三水 它的預估價大概是50到80 但是成交價是 156萬台幣 台幣 是 這個就是這麼大幅而已 它是小的 就這樣的大幅 如果是掛幅的話 就不一樣了 這個物件 花鳥圖 黃老師的物件 花鳥圖 反而比較貴 這個成交價 552萬 是... 兩年前 因為羅浮澳的拍賣會裡面 所以你會知道說 花鳥圖反而比較貴 因為它畫得比較少 它的山水比較多 對... 花鳥比較少 是 而且我知道你這一件 甚至還拿給誰看過啊 有 是 好幾個喔 好幾個行家都幫你看過 大千... 那個... 錢老闆 錢老闆那邊 我這一張有拿給他看過 但是不是錢老闆 是... 他本人啦 是他員工 是 看的 是 所以今天就帶來節目鑑定 我們第一副來幫你看一下 當初大概是5萬元入手價 對不對 殺到5萬元 現在價值多少 請建價 要幫我們喊喔 好 來 請建價 三萬元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一個它的款式 因為我們看畫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款式 款式就是包括它的印章 還有包括它的這個 簽名 落款 那黃軍幣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張 你可以比較一下它的這個軍翁 最下面這個軍翁 因為我們印章要金石之氣 也就是刻的時候 你看它這個攤的地方 跟它所呈現出來的 跟你這個軍哪裡不一樣 它是很齊的 有沒有非常齊的 它這個就是直接從這邊 做一個轉印過來再刻的 這是軍 那再來呢 看黃軍必印 你注意看這個黃 它的這個下面這兩個黃 你看到沒有 哪裡不一樣 它這個部分 它是有力道的 粗細不一 在轉折的地方比較粗 在這個比較細 但是你這個兩個黃 是一樣粗的 再來看這個黃 我們再看這個籤字 這個黃 你看它這個字 這個黃下來 這個一筆 一筆下來 這個一橫 這個筆的力量 跟最後這個黃 它是頓筆 把中鋒拿起來 拉起來的一個韻在裡面 這個黃呢 它是一筆下去就停了 就沒有力氣 還有你看注意看 它最後黃軍必的筋 跟這個地方 跟它的這個往下的 這個一個筆下來 你看它這次沒有力道 這樣下來 它是這個地方 它在運筆的時候 這個力道是旋晚這樣拉下來 是 所以你可以看出這個比例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一個書法家 它的筆 它的這個落款 不會是間距是這樣 它一定要是一個印章的間距 看到沒有 不會是一個連在一起 那我們再看它的山水 來 我們看一看這個的水波 你看看 它看起來就像有留白 可是有空氣感 你這個看看這裡 這好像整個 好像叉子叉在那裡 有沒有 它完全沒有這個空氣感 你看它這個墨色 這樣空氣感 然後再來看房子 我們知道國畫裡面拿毛筆 要畫線條是比春髮跟其他東西 都還難 比如它這個春髮看起來不錯 可是你看它這個 這個畫房子的烏魚的這個線條 就露出敗筆 為什麼 因為這每一筆 它這個筆的力道要剛剛好 你要莫多莫少都會暈開 那你看這個東西 有沒有 它就完全暈開 那這個裡面每一筆 都有它的筆的力道 所以這張是一個 應該也不是他學生訪 就是有人訪他的 所以 不是太高明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沒有給你很好的價格 是 謝謝老師 好 謝謝老師 再來看看下一個物件 來 我們請吳大哥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那個魯瑤 這個這一隻跟 這兩個是在那個廣州的那個攀魚 那個去光街的時候 然後看到 然後就買 這兩個是一次 那個不同次 但是都是在商店裡面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攀魚那個地方 也是古董店 去那邊看 那時候為什麼會在中國 那時候在那裡 經商 我到台灣 到大陸去經商 是 所以工作閒暇 之餘就喜歡逛一逛這些 五萬這樣 是 那個時候開價多少 成交價最後買多少 那時候 它開始開 八萬的人民幣 然後我慢慢跟它 殺到五萬 多久以前 這麼厲害 多久以前開八萬 大概差不多一二十年前 十七八年前 是 最後五萬成交 五萬人民幣 五萬人民幣成交 換算下來的幣值 大概十二萬左右 十二萬左右 是 這個叫 冠耳瓶裡面 其實我們現在看很多的後代 有做這樣的東西 但是魯瑤的特別 看不到 包括現在我們的清廷的 我們這個故宮裡面的 我們很難看到 一個魯瑤的這個冠耳瓶 是 那能夠買到冠耳瓶 但是呢 我們就要去討論 這個冠耳瓶 在魯瑤的這個系統裡面 到底是不是現在我們講 河南 寶峰市 這個 原來出土的這個零魯 或者是現在這個斷殿 張公罩 張公罩這個裡面的這些新的窯子 因為這個是兩千年才出來的 那這件東西你能夠買到 你算是想到尋寶嘛 可是這個幼色 我們就想說 魯瑤有這個天青色 因為它有用所謂的 在裡面把它做出來 陸幼嘛 你都懂嘛 還有這個枝丁 丁燒有沒有 對 這有五個 五個點 是 這好像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有 那問題是 你如果看到這樣的東西 你這麼便宜買 它有 你沒想到買過了 怎麼只買一個呢 對不起 對不對 你怎麼只買一個呢 應該多買幾個嘛 原來 原來 原來有 對 他就先把這個嘛 沒有辦法帶全部來 先帶一個來 天啊 所以你陸續續 花那麼多錢 是... 這個魯瑤 我們先幫您見價 再教您怎麼看好不好 好 購買大約是12萬台幣左右 入手請見價 跟他談了很久 是 買的 你看到這幾個東西 你當然信心十足 對不對 但是 怎麼啦 但是 價格會告訴你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等你喔 這個魯瑤 我們先幫您見價 再教您怎麼看好不好 好 購買大約是12萬台幣左右 入手請見價 三萬塊 為什麼這麼講 是 魯瑤在過去 你要知道最近這個 國際拍賣場 是 光兩個殘片 就賣到280萬 殘片喔 殘片喔 是 那為什麼這麼貴 我們以前不是說 家有千罐嗎 對 不如一片魯瑤嘛 魯池嘛 是 那魯池喔 它最重要 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一個 台灣 目前都沒有見過的一個 所謂灌耳瓶 真正魯瑤的灌耳瓶 那這是2000年以後 我剛剛提到的 出土的一個殘 把它組合起來 你看這個顏色 是 那魯瑤的這個開片 還有它所 它其實是 紫竹鐵口 鐵口 鐵口紫竹 灰胎 來我們再看下面一個 灰胎 你看這個灰胎 這個竹呢 是紫色的 灰白的胎 這才是它真正的東西 那我還帶了一個殘片 來我現在把這個魯瑤的殘片 給你參考一下 是 因為這個是在我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在上海買的 光這個殘片就 我們讓導播拍一下 來這個 是不是放在那個旁邊 剛剛有特拍 剛剛有特拍 有拍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光 這個 跟剛剛那個開片 有沒有看到 是 有 然後你看顏色比較深 對 然後你看它最厲害在哪裡 你看這個斷面 它的釉 跟胎土是一樣的 三層 釉 釉 表示它的釉 為什麼它會有 原因在哪裡 因為它的折射光 透過很厚的釉 讓它產生一種潤感 是 這是魯瑤最厲害的地方 是 那我們看這樣的東西 你以後就知道說 原來它是希望你們 當作一個教材去學習 是 魯瑤如果說是 八萬塊 十二萬 八百萬 你半夜都要去買 所以徐老師 這樣一片多少錢 這個最新 Christy的一個拍賣 兩片 才最新的 對 它本來是估價 後來含到 是 所以這個就是港幣 多看幾眼 多看幾眼 你看它的釉藥這麼厚 是 有沒有 然後這個在光線自然看裡面 是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這個節目很棒 就是說 像你買完以後 那有這個機會 我們看看 什麼叫做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也有圖片 也有殘片 是 那你們可以多看看 這個節目會增長很多見聞 是 非常好的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剛剛前面 雖然東西不對 但是我知道您今天一直把很多的希望 放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 就是這個龍鳳盤這樣 這個大盤 大盤 來 您什麼時候開始收 因為不管是名家化 乳窯也好 你是什麼時候 你是先收什麼 你的順序是什麼 也沒有耶 這個是因為台中一個朋友 是 類似一二十年的朋友 對 他也本身有在收藏 他那次有三十幾種的東西 他要賣 叫我 要賣給我 是 這個當時 還沒有成交之前的前一兩年 他給我開一個 台幣一百萬 然後 他 那時候所有的東西我看一看 我只喜歡這兩個 這兩個大盤 對 跟他談了很久 是 結果以每個十萬塊買的 什麼 那時候早就看了 早就看 我這個早就有了 早就 因為你們那個電視看 我看那個 看一看 跟我的也蠻像的 蠻像的 對啊 好多藏家來都講英文話 而且我的不比他不好看 怎麼說 從哪裡看 哪邊 從他的顏色 化光 整個 是 然後蠻有信心的 我想說來看看 通常是這樣 像我自己也收瓷器 感覺就看一本找 看得好像 或者看某個影像就 越看越像 不是 那個賣人不懂 因為看 講不清楚 你就覺得你尋到寶 可是你越研究越發現說 你如果要懂這個瓷器 比如說一定要去窯指看 然後從殘片裡面 去得到很多經驗 那當然呢 你這一件所謂的 大明 我們有剛剛看 大明宣德 通常都會看三個東西 一個就是款 這個款 來 這個款 好 立起來讓導播拍一下 六字款 六個字 大明宣德 那通常我們都懂 有個口訣 這個大明宣德的德呢 這個心少一盒 沒錯 然後至少一點 沒錯 對不對 然後年會開 這就是一般看大明六 大明宣德年制的這個六字款 一個口訣 就這個原則 但是你如果他一模一樣 那你就覺得他就是對的囉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就會看什麼 這個發色 發達的發 發色 就是說宣德年是因為 當時這個鄭和下西洋 就把這個南洋 這個回青 或者是蘇柏尼青帶回來 所以你就會看到 用胖大鏡一直看 一直看 看什麼 看到他就是有二氧化鐵 跟三氧化鐵 還有菇料的一個發色 會聚集在這邊 有點咖啡 有點黑 就覺得 都對 這三個 然後再來看他的形式 比如說龍鳳盤 龍鳳盤呢 因為龍鳳嘛 龍鳳就是皇家用的 五爪都有喔 一二三四五 對不對 五隻爪 然後龍的眼 然後龍的鹿角 龍的魚鱗 還有鳳 對看 然後這個菱形的 這個圖案 這個碗盤 而且這個盤子做得很好 你看他裡面有凹進去 是 他這個凹進去呢 就是一個折口 然後這個有葵口的圖案 所以你看到這幾個東西 你當然信心十足 對不對 但是 怎麼了 但是 因為這樣的東西 在國際拍賣 真的是會讓人家 感覺到他為什麼那麼珍貴 其實價格會告訴你一切 前面我們剛剛講了 這些特徵都對 會不會他真的就是對的東西呢 今天我們來挑戰看看囉 請 請見假 騎白石 91歲的那個毛筆 是 確定是這樣 那然後因為他年紀老了 那印章本來是要正面蓋 對不對 要能夠證明 這一張是騎白石 哇 你還知道印章蓋煩了 快點去啦 對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挑Java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真的是會讓人家 感覺到他為什麼那麼珍貴 其實價格會告訴你一切 前面我們剛剛講了 這些特徵都對 會不會他真的就是對的東西呢 今天我們來挑戰看看囉 請 請見假 十二萬 為什麼是按照原來的價格 來我來看給各位看幾張照片 我們先從款來看 大明軒的那個六個字 其實我們先看圖案好了 明代的龍跟清代的龍 這是故宮的藏品 明代龍他的魚鱗 他不是畫成魚鱗片 他是一片一片的 看到沒有 他是網狀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看他的爪 他的五爪是漏腳 這個叫做子 這個爪子 他這個是滿弓的 你看到沒有 沒有露出來 有沒有 好 再來 看看他這個盤的盤形是圓的 向上圓盤 他這是有虧口 有虧口 叫菱形 這個上面有 這是現在的一個比較 那再回來看就是說 反過來看他的款 來我們再往下看一張 你看他這個款 來我們把它翻過來比對一下 很清楚 一般因為這個大明軒人就是官款 我們常常講說 永樂跟宣德很難分 永宣慈很難分 但是最重要一個核心 他在這個圈竹裡面 不會再畫這麼多畫 不會再 添這麼多的圖案在上面 他是一個雙玄文 大明宣德年 你會覺得他六個字很鑑秀 這個地方我剛剛有提到說 他每一個落筆 都有一個故意盾 然後那個我們講的釉 就軒然開了 那一個官款的東西 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現象 同時他也不會出現 官款旁邊畫這麼多圖案 這是他的破綻 但是這件東西 我們又可以從 宣德年的一個特點來觀察 他的問題在哪裡 通常宣德年的磁器 他會有很多所謂的氣泡 跟小小的針孔 但這件東西呢 我們剛剛用很多地方 仔細看過 有一點點的縮釉 但是沒有針孔 也沒有氣泡 這個釉藥其實做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做到幾分像 可是中間的橙色 你看這個顏色 他非常淡雅 他濃墨 他就是濃妝燕母 所以在這個比較上面 剛剛那幾點 第一個款 第二個畫的龍 他畫的是清朝的龍 不是明朝的龍 所以他不會是明代的東西 但是他優點就是說 他做的形還滿美的 所以這件東西呢 如果你帶回去 你還是可以當擺件 然後你花的這個價格 其實在以這個 我們了解的國際行情裡面 宣德年的這樣的一個盤子 都是可以到千萬的 所以你十二萬 就以現在台灣的陶瓷 來畫或是燒 我覺得這都算可以的 你也看 功課也做了對不對 但是來到這裡呢 我覺得有點 你知道就像 你知道就像 對 因為你知道 每一個人帶來的物件 都不一樣 遇到的情況都不一樣 對的地方 不對的地方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是有醫生 來幫你做個別的診斷 診斷出來了 是 好 大家一起講知識 一起切磋了 接下來這個物件呢 來 收藏多久了 君堯 這三個差不多十七八年吧 都是在那個時候 零在大陸經商的時候 對 然後回台灣就帶回來 是 每一次去就買一點買一點 對 對不對 會不會走到這邊 第四個物件的時候 會心裡面有點壓力 還是說其實收東西就是這樣 一開始也是平常心 他很歡喜 他很歡喜 我覺得這個態度超棒 是這樣的長家的態度 無論是對是錯 總是要去面對 總是要去面對 對 亮老師 我收藏很多 你看這樣長家的那種 歡喜心 我覺得他這樣的心態是 很值得學習 他這樣的心態是對的 收藏古董紋路的話 就是你真的喜歡 你喜歡這些文物 對 你收下來 看得開心 不管是新的或者是舊的 是 舊的是傳承到你這邊 對 那你是有幸 三生有幸 是 如果你收到的是一個精品的新品 是 那你就會掩飾英雄了 對 你知道前兩年 有一位收藏家叫做蔡一鳴 一鳴驚人的一鳴 他就是千萬雅籍的創辦人 樂三堂 是 樂三堂 蔡一鳴的爸爸叫做什麼呢 蔡一鳴的爸爸 他本身就是喜歡收藏古董的人 然後也買很多古董 可是呢 是真的假的不知道 是 所以蔡一鳴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就來了一個樂三堂 只要精品 所以現在呢 你收藏了物件 再放五百年 你也變多了 對 你也變多了 慢慢存下去了 這一點我要跟你們再深入聊一下 因為台灣千萬雅籍也好 或是說很多大唐家 包括香港那些最有名的 大概我早些年都有去跟他們交流過 其實收古董不是說我現在想不到 我放得變古董 沒有這回事 比如說我們來講回來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軍窯過去在北宋 他有兩種 一個是官窯的 他的顏色應該是比較偏 像這種紅的啦 或是紫的啦 那民間窯呢 比較偏藍 那官窯他有一個形式 比如說我們這樣講官窯是什麼 他大部分是做花盆 而且他下面都會寫什麼墊用 他寫得很清楚喔 然後下面有洞 就是當花盆 然後是在哪一個地方 用作什麼樣東西 他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你在放五百年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 他還不是我們講的那個東西 我也要考一下吳大哥 那君窯你覺得這一件 哪一些點是君窯對的地方 應該是這邊這個地方吧 再來他的那個口 應該看起來會比較老 看起來比較老 感覺啦 然後他這個款是 看起來好像不像現代的 你知道這一件瓶子 外面有兩個東西 你可能沒看到 在哪裡 有兩個東西在裡面 這邊是一個 就是以前貼的標籤的 你看 沒有處理掉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那種標籤 我覺得這個細節很重要 我們如果說這些東西很尊重 他這個貼的這個膠 應該是要把它處理好 對 這邊一個 是 那這個膠我們可以研究出來 他什麼時候貼的 因為膠帶跟膠質跟膠水 只有年代的 這一件當初也是跟剛剛那個 價格一樣 跟滷窯一樣 差不多三萬人民幣 對 差不多十二萬 是 台幣左右 是... 我們也幫您評估一下 再教您看 來 請建價 是喔 應該這樣講 軍窯因為跟滷窯一樣 很有名 這是北宋這個所謂的 重大的一個窯子裡面出來的 是 那這個我們講軍窯 都會很多的形容 說他這個 這個 奪美奪美 可是他有一個重點 你要買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叫做 走泥紋 走泥紋什麼意思 因為它這個釉會肌釉 它絲釉比較厚 所以在燒的時候 那個釉太厚了 會攤下去 可是因為很厚 所以它不會漏出胎 所以它的上面會像一條 泥丘一樣的紋路在上面 會陷在裡面 然後會這樣浮起來 會陷進去 但是我剛剛看的 為什麼會看到這兩個呢 就因為在找那個紋 沒找到 找不到就看到了這 就看到這兩個 消水痕 貼紙痕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在印度 有人賣一件跟你一樣的東西 是 你看 是不是跟你一樣 對 有沒有 對 是不是一樣 類似 然後呢 這個呢 它寫西元90年到116 北宋 這個年代的一個瓶子 但是呢 北宋的瓶子 到這個時候 它賣多少錢 這個是一萬八千兩百七十九 這最後的一個結 它幣別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人買 這個幣子是里拉 里拉 里拉除以零點三四 啊 零點三四 所以你算一下多少錢 差不多六千塊啦 我給你一萬塊 是因為覺得說 你呢 因為也花了不少時間 是 那這個東西如果說 從中國帶回來 你也要很小心拿著它 所以算一萬塊 應該算合理啦 是 是它辛辛苦苦叫來的 還要保護它 這個是里拉 那是里拉 難怪它只剩一件 只剩一件 對 就一個人買 不知道可不可以賣掉 沒關係 我們把希望放在最後一件 寶物 來...時間的關係 我們來看最後一幅畫 好不好 來 這邊 來 這一幅畫 在這裡 來... 這一幅畫 來 入手多久了 來 差不多四五年前 也是跟那個基金會的老太太 就是那個 你幫他搬東西的老太太 是... 它這個印章 這個齊白石 九十一歲的那個毛筆 確定是這樣 然後因為他年紀老了 那印章本來是要正面蓋 對不對 更能夠證明 這一張是齊白石 你還知道印章蓋煩了 太有趣了 印章蓋煩 可是萬一是防茂品 他也是這樣做 印章也是蓋煩 九十一歲的齊白石 幹了什麼事你知道嗎 什麼 中國很有名的一個文學家叫老舍 去找了齊白石說 你幫我畫一張 跟青蛙有關的話 結果齊白石畫一張畫 他是 那沒有青蛙人家說 你是老房間是不是 就像你剛剛說 蓋倒了 結果不是 他說啊 這個青蛙出現的時候 一定是在十里以外 不會在現在 所以他給你看到蝌蚪在水裡面 這樣有六隻青蛙 這個蝌蚪 是 青蛙在哪裡 是 讓你想想 所以他腦袋非常清楚 非常好 而且在年輕的時候 畫這個小雞 人家跟他 他有論比費 是 一隻多少錢都講好了 結果那個買 要他畫的人跟他出價 五隻算四隻 一隻啦 打八折啦 齊白石說 好啊... 就畫好了 對 人家拿錢來拿畫 怎麼畫四隻 是 一隻在哪裡 你沒看到嗎 這裡有個稻草 這雞朵在裡面 雞朵在裡面 他不畫 他就畫 他會跟你講說 我給你四隻 因為我是要收五隻的費用 對 你給我打折 所以我那隻根本不要畫 是 所以他很厲害吧 真的耶 所以這一張畫呢 我們很簡單講 就是說 你當初買多少錢 五萬塊 五萬塊台幣 就是跟那個老奶奶買的 對不對 對...基金會的董事長 所以其實我說真的 如果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就是這樣子 真的假的 待會兒我們講出來 就知道了 但是這裡面細節藏很多 是 我們估價完之後 教您看 來 一起 請見假 我有去核對 張大謙寫的那個毛筆字 我一個字一個字有去核對 很認真 是正確的 張大謙的市民圖 兩張照片 看起來跟我這個 還OK啦 很有信心 對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如果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就是這樣子 真的假的 待會兒我們講出來就知道 是 但是這裡面細節藏很多 是 我們估價完之後 教您看 來 請 請見 請見假 一萬塊 這張 這張畫呢 仿得不是很高明 因為齊白石的畫 他有一句話說 你要畫得 有點像 又有點不像 所以他畫畫 他不是那麼簡單 他最有名就是畫螃蟹 還有畫蝦子 還有畫昆蟲 他蜻蜓 可是你把他的作品放大 放十倍二十倍 你看到什麼東西 那個蜻蜓的翅膀裡面的網 所以他在畫畫的時候呢 他先養這些小動物 時間比他畫得還要長 所以他畫的東西 絕對不會出現一個 譬如說他的腳 他的眼睛畫這樣 不可能 齊白石是一個 他是木架 他是磕木頭的 所以那個字呢 他的章絕對不會蓋錯 為什麼 因為這張畫畫完以後 最後那一秒鐘 跟你去銀行零錢一樣 你蓋章的時候 你怎麼回頭 你另外一天試蓋一下 或是說 你有什麼重要證書 你會先試蓋 然後再翻過來看 有沒有蓋錯 所以 這個白石是倒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一張他的照片 就是他的款 他的款 正式的白石 他的真正的款 這這個字 你看是這樣 白石 有沒有 他你正式倒過來 是 而且他有金石之氣 你看那個白石 那個字 有空間感 雖然是平面有空間感 可是這個是平的 這中間的留白都不對 齊白石這張畫 我給你一萬塊 是因為第一個 他這個錶 我可以跟你說 這個錶大概是 民國大概六十年到七十年左右的錶 現代 也是現代錶的 那他的墨色不會 他的瓜子都不會這樣畫 他這個是黑的 不會畫有彩色的 是 那這個字也不是他的字 因為他的白石 這個字會留白 會有一個非白 這個都不是 是 好 沒關係我們還有下一幅畫 對不對 今天還準備了另外一幅 我們來看一下 是 吳大哥今天的最後這一幅畫 他說很有信心對不對 對 為什麼 他這個字 張大謙的字 我有去核對張大謙寫的那個毛筆字 什麼都很好仿 就是字不好仿 我一個字一個字有去核對 很認真 是正確的 然後我請一個朋友 懂得毛筆字的 有把他寫裡面的文字 文字有翻譯出來 再來像類似這一件 是女圖 張大謙的是女圖 他我本身在網絡上有抓到 兩張照片 看起來跟我這個 還OK啦 很有信心 您這幅也是跟剛剛那個老奶奶 對 是 可是剛剛前面兩幅畫都不對 你還是身具信心 沒關係 失敗 前面都是媽媽對不對 對 沒關係 你既然那麼用功去找這些字 你知道乙游年是哪一年嗎 乙游 知道 但是現在忘記一下 忘記了 我跟你講 沒關係 人總會忘記 1945年 那1945年發生什麼事 張大謙他剛在1940年 他花了五千金元 跑到敦煌去畫畫 畫了兩百七十幾幅畫回來 所以這幅畫就是受到敦煌 他去描繪那些飛天的影響 所以你看那個色系 都跟那個很像 那在1945年這一年 他還做了一個很偉大的事 就是畫了一個六公尺長 三公尺寬的 這很大吧 六公尺很大 四條五的墨盒 所以張大謙在這一年做非常多事 而且他寫這首詩 你剛剛提到的 萬希沙 那張大謙畫美女 他有兩個原則 是 他本來畫美女就畫得不滿意 結果這個是 也是一個坊間的一個 有趣的說法 說有一天看到 女兒的女同學來了 很美 所以張大謙又有一個外號叫 然後張美女 他畫畫怎麼畫呢 這個他的臉要畫三白 哪三白 第一個 這個灌骨這邊的 鼻樑白 還有這個下面 下巴 下巴要白 為什麼 因為他人才會立體 所以他的畫 你要注意看 有沒有這樣的三白 這是他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的張大謙太厲害 他年輕的時候 他跟他老師借畫回去看 看八大三人的 結果看完又還回去以後 他那個 真的已經被他掉包了 他畫一個假的還他老師 他老師都不知道 所以張大謙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就 一個奇才 所以他這個 這幅畫呢 我們可以看出 他很用心的看 但是印章也是一個重點 對 張大謙 這邊寫張大謙 然後還有大謙居士等等 那這些都是我們評鑑 他的一個關鍵 那這件東西呢 錶法也是一個 我們講宋代的一種錶法 他這個是砍進去的 算很用心的錶法 那你這一張 當時說買多少錢 五萬塊 就一樣啊 你又叫就補 那你也買很多張吧 賴老師笑得很開心 你在1981年以前買的嗎 沒有 差不多四五萬以前 好 來 張大謙他的畫開始漲價 就是從1981年開始 我們剛剛講樂山堂的 蔡一鳴先生 在拍賣會裡面用三倍的價格 十二點一萬 港幣成交的 就是這一張畫 龍女禮佛 他買到的時候他非常開心 但是人家跟他說 你買太貴了啦 你用三倍的價格買回去喔 買十二萬港幣喔 是 你那張是假的啦 之前有跟各位講說 名人效應 第一個 名人創作 張大謙 是 名人收藏 蔡一鳴 名人推薦 就從知名的拍賣公司買回來 從此張大謙的話 就從那一天開始 1981年開始 就漲價了 對 賣到兩億五千萬 所以那個都是在這一張 也有考完兩億五千萬 然後現在台灣收張大謙 是女最有名 就林百里先生 是 收非常多 也是這幾年的時間 吳大哥耳朵都紅起來 我從這邊看他整個人 充滿了期待 耳朵紅起來 很緊張 待會兒五秒鐘之後 就知道答案 請獻獎 十萬元是因為要獎勵這個 畫這樣畫得很用心 來 我們看一下圖好不好 是 張大謙畫這個 剛剛有分析過 他的三白 我們看他的臉 有沒有三白 好像沒有 還有剛剛這邊老師所說的 他的紅有個秘密 我相信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他的紅是朱砂紅 還是另外一種紅 他的紅你只要會看他侍女的紅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紅不是他用的 因為他用的一種紅是 礦物加英國一種原料 這是他知道的 那我為什麼知道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當年台灣有一個何先生 年輕的時候是拜訪他 然後他告訴 請他去他樓上看 他說你看 你看我就是用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紅 尤其是他侍女上面的紅 馬上可以變出真假 就這個紅 就是很大的關鍵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三張他的款 你看張大謙呢 通常他一個畫家不會寫 把他的名字寫張大謙 不會這樣寫 一定是有 這是第一個 然後我們再看第二個 來這一張呢 是不是跟你這張很像 圖案都一樣 那這個顏色不一樣 對不對 那哪裡不一樣 款 字也不太一樣 好 再來再看一張 好 這一張的字 跟你的字一模一樣 這張三白就好清楚喔 對 這很清楚對不對 然後他的右左邊的字 聽永賢有這個幾個字 其他都是一樣的 你有沒有注意看 你有沒有比對過這一張 有 有喔 那南 你注意看南 南國的南 如果是給大家寫的 他頓鼻下是有力 他是滑下來的 那我剛才跟你們講一個消息 台灣有一位先生 就不知道講誰了 他專門寫張大謙的字 高手 九成 那這位先生幹嘛 他以前幫摩耶金社 整理所謂的草木 是 然後他就旁邊學他的字 是 我們就不講誰 但是這個是真的 真的有這麼一號人物 是 再往下看 好 這一張就是 拍了幾千萬以上的 這張有一個重點 旁邊有一個款 他說這個是 是 屬人 這個 張大謙所畫的 是 在說完善是女圖 是 那這裡有一個落款 這個字是誰 看得出來嗎 如果你看不出來 就不要收長話 表示你連基本的認識都沒有 就不要收 那謝字柳是誰 謝字柳就是當年把張大謙的話 送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裡面 進去收長的一個關鍵人物 後來呢 這個事情還鬧到整個紐約時報 為什麼 因為他的石頭是張大謙畫的 所以他在說什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一個畫家他在畫女人的時候 他身上的衣服 他這個摊在這裡 你看他是空白的 有一個空氣感 好像薄紗 讓他鮮鮮的這個肉體 表現出來 那你知道張大謙畫美女 他認為美女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 主持人好像都符合這個條件 就是這樣 所以真的喔 在介紹的話 還要懂得好多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穀物的水真的很深 但是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因為吳大哥他用一個很健康 歡喜的心來跟我們交流 非常感謝您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